18萬人是在大衛館 那台子我真的無法想像 那是怎麼辦 這麼多人的話 他是擺什麼形狀 長方形還是扇子形 還是圓形 運動場 運動場 那這個也是要有一種技術 因為你不能面朝一方 唱唱要轉過來轉過去 舞台非常大 是像我們這個輩分的 就不太懂得 不如你們掌握現場 有的人會 你們高不高興 快不快樂 他會這樣呼應 對 那我們就上去就笨笨的 從頭唱到尾 不是上去也量了一半 這個有沒有要訓練一下 剛剛呼應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Pub演唱的時候 已經有這方面的一些 小小的經驗這樣子 所以到台上 其實我們自己看到這麼瘋狂 我們變得很瘋狂這樣 以為就嗨起來的時候 對 你滿足嗎 對 你高潮嗎 他想選擇一下措詞 對 那時候你們還缺了一本書呢 對 對 這個是我們口述 口述 對 人家幫我們寫 我們自己的文章寫得不好 哪裏哪裏 是口蕉啦 口頭蕉 口頭蕉 對 那這個裡面那個我還沒買過 但是我聽說你們還送我一本 回去我真的好好看 這個很有意思 這個上不上網呢 會 也上網 對就是看一些樂器的網站這樣子 聽說今天其中有一位來 是要講一個笑話 哇他太好了 所以有一點顏色的笑話 這種最歡迎的 比唱歌還要收拾 沒有 沒有關係 我們這是輔導機 家長在旁邊的 是 誰要講 他要聊聊一個笑話 他想到一個笑 不會啊 是你講的 我已經不清楚那個故事了 當然 只能撕下來 這個是大家來 研究一下 台上不太好意思 對 急轉彎也很多 那我來考考你們好了 因為年輕人嘛 考考挺有意思的 西方人 外國人 洗熱水澡 欸 猜一樣食品 猜一樣食品 西方人 洗熱水澡 外國人 洗熱水澡 西方人 洗 台灣走幾步路就碰到一個了 西方人 洗熱水澡 很普遍的一個食物 你會想到什麼西方人 洗熱水澡 食物啊 歌唱得好 智慧不一定 只是對學歷很厲害 我完全沒想到 完全不知道 連我們的... 和音也是... 都去拿到樂隊老師的時候 食物啊 想不出來啊 西方人 洗熱水澡 蒜羊肉 洋人 蒜羊肉 這是一個好像一個就考了